晚上郑先生的家人开车从陆河城区回横梁镇 按照指路牌一路前行 结果却出了事故 因为速度很快嘛 飞过去了 气囊都打开了 前面的路标就是横梁 原来道路上不适合是被人围堆了高半米左右的黄土 还有一排追星筒 幸亏当时路上车不多 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记者发现只要从陆河城区向东 按照指路牌指示的横梁方向行驶 结果都会遭遇这个断头路 郑先生查看后发现 要去横梁方向 只能走原来的路线 从北侧绕上立交桥 不过由于原来的路线目前已经是返道 所以不少驾驶员都不敢走 那么这么好的路为何成了断头路呢 陆河区交通局相关人员解释 这条道路是江路高速公路的附属工程 由江苏省交通建设公司施工 既可以连接江路高速 又可以通往横梁镇 前段时间的确开通了几天 但试运行后发现 横梁方向的道路存在安全隐患 于是就把横梁方向的出口又封闭了 老北京他一看到这样 这个开了 他就摩托车也往上面走 急迟车也往上面走 这样子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赵科长表示 不仅行人非机动车给道路带来安全隐患 另外由于是试运行 相关部门还要进行手续交接 评估验收等工作 封闭起来也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目前陆河区交通局已经联系了 施工交警路证等单位协商 本周内可以完成相关工作 道路重新开通 这段时间里 车辆仍可以从老路通过 不算违章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试运行期间的封闭道路进行